又到了令人期待的周末时光 休息的时间总是让人又感觉到世界的美好啊 有人曾经将不读书的人比作困在围城里的人 其实不看头条的人也是只注重眼前的一亩三分地的人 无法经历的人生 书籍和头条都可以带你相遇 让你的世界变得明亮清晰 这是一个男神崛起的时代 内与男女人都非常的平 从颜值到身材 真的是竭尽所能的努力啊 今天来聊聊谁才是真正的身体产人的男神 第13名龚俊 现实的此案是他身上再也没有光滑 最近龚俊的狐妖小红娘路透图又上热搜了 他半裸的古装又让人回想起他惊艳的腹肌和身材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精湛的美男 居然身材那么好啊 简直又A又帅啊 狐妖小红娘系列剧集一超级多的帅哥 他们颜值爆表 身材爆表演技上加 相信会是让人非常期待的好剧 加油龚俊 从山河令爆火后 相信这部剧又是你的再次爆火的好剧了 第12名张云龙 我现在就职于公共租界 中央补报 以后叫我乔丹 其实张云龙长得非常的正 颜值和身材都是非常的出圈的 他在和胡一天饰演的双男主剧 《民国奇叹》的一段戏 也是将他的好身材展示的淋漓尽致啊 非常的帅 张云龙这次在胡摇小红娘的扮相也是超级帅啊 加油张云龙 你应该会火啦 第11名李线 我叫谢志尧 我叫谢志尧 我是我们村的颜值担当 李线的群星闪耀是被姚妈点名表扬了 说这部剧质感和剧情都是相当的好 说明谢男友是真的成功了 4月份也是谢男友真的是开评啊 两部好剧同时播出 他和周宇童饰演的春色剧情人简直太好看了 CP感满满啊 他们去扫楼的图片看起来真的是相当的养眼 春色剧情人前5集播放的收视率也是相当的高啊 加油谢男友 其实李线也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身材真的是好到爆啊 第10名徐凯 徐凯的成欢季虽然完播了 但是这部剧的热度不小啊 讨论度相当的高 大家对徐凯也是光目相看啊 说这是徐凯演绎的最好的一部线偶剧了 其实他的烈火军校也是相当的不错 徐凯长得相当的高大帅气 身材简直好到爆 他也是非常喜欢健身的一个男人 第9名吴磊 吴磊在草木人间中的骑行镜头简直帅到爆啊 竞张力满满 荷尔蒙爆棚啊 其实他在长歌行和新汉灿烂就展现了他的男友力 说实在的 吴磊不是念于最帅 但是他确实是辨识度极高的男一人 他的演技精湛 体能相当好 尤其是骑马戏简直是念于的一角啊 加油吴磊 真汉子 第8名陈毅 李莲花 在下李莲花 在下李莲花 李莲花 虽然现在陈毅非常的呆萌可爱 但是他却是一个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魅力型男啊 看他满屏的肌肉图片简直是帅到爆了 网上的热搜词条是陈毅很有可能取代肖战的断层顶流的位置 其实从目前来看是不可能的哈 陈毅的确打戏最帅 演技炸脸 哭泣一绝 而且胡妖小红娘系列中 他的呼声是最高的 但是来日方长嘛 加油诚意 第7名白静婷 真的是想象不到匹帅帅哥白静婷的身材是那么的好啊 演技好长相好资源好的白静婷在内一直都是一线艺人 加油小白 第6名陈兴旭 陈兴旭这个超级性感的大帅哥 颜值和身材都是内鱼的一角啊 简直就是拉九头身的大帅哥 他的演技非常的精湛 特别是李承鄞和谭玄林两个角色 简直是让人一见情心一眼沦陷啊 帅到爆 陈兴旭的身材真的是好啊 二头肌亮了 宽肩窄腰 太性感了 第5名留学艺 刘学艺的颜值绝对是内鱼古装美男子的佼佼者 他的身材也是相当不错啊 花间令中刘学艺饰演的潘月有一段洗澡的戏 虽然看起来白花花的皮肤 腹肌不多 但是也是相当的性感啊 刘学艺还有一张白衬衫的图片 真的是摔爆了姓张力爆棚 加油刘学艺 你已经闪闪爆火了 大家更加期待你接下来的两部剧 花间令和念无双 第4名王一博 王一博的身材也是相当的好啊 在陈情令拍摄中有一段在寒谈的戏 可以看出王一博的身材简直是好到爆 虽然看起来非常的瘦 排骨感满满 但是的确性张力爆棚了 酷爱街舞的王一博 由于常常跳舞 身材比一般艺人的好太多了 加油酷盖 5月1日 电影院见 期待你和黄锦鱼的维和防暴队 第三名黄锦鱼 黄锦鱼最近在维和防暴队的宣传中 他那高大帅气挺拔的身材也是相当的出彩啊 黄锦鱼是哪余中比较适合军律题材戏的一个男员 饰演男人为爆棚的戏对黄锦鱼来说 简直就是本身出演了 加油黄锦鱼 你最帅 第二名肖战 肖战 这个名字如今已然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一个独特符号 代表着颜值与实力的完美结合 彰显着中国新一代艺人的风采 中国日报的特别推荐 更是将肖战推向了全世界舞台的中心 他入选全世界十大最山面孔 且在全亚洲独占凹头 这样的荣誉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为之骄傲 肖战的优秀似乎已经超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 他的颜值清新俊逸 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魅力 而他的实力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从陈情令中的魏无线到斗罗大陆中的唐三 肖战用他精湛的演技 成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不仅如此 肖战还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 成为了品牌代言人的首选 他的每一次亮相 都能引起粉丝们的狂热追捧 每一次的表演 都能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盛演 他的影响力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娱乐圈 更是延伸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今天 肖战再次登上了热搜的榜首 这无疑是他影响力的又一次体现 无论是他的作品 还是他的言行 都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样的影响力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颜值和实力 更是因为他那种坚韧不拔 勇往直前的精神 激励着每一个喜欢他的人 肖战的成功 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荣耀 更是中国文化的荣耀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新一代艺人的风采和实力 他的故事 将激励着更多的人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肖战是一个极颜值 实力和影响力于一身的优秀艺人 他的每一个成就 都是他努力和才华的最好证明 我们期待着他未来 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也相信他会在全球舞台上 继续发光发热 为中国文化争光天才 第一名于是 邓放 代号 山鹰 于是 这北国的汉子 他的名字随着风神的热播 而如同烈火般燃烧起来 照亮了娱乐圈的每一个角落 他 就如同那古老神话中的英雄 以他独特的魅力 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他 真是一个男人中的男人 那种雄性荷尔蒙的气息 如同北方的烈酒 让人一闻变罪 他的脸庞 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刻的艺术品 线条分明 深邃的眼眸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那是一种电影中的高级脸 充满了故事与情感 仿佛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微笑 都在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他 骑马射箭 样样精通 就如同那古代的骑士 英勇无畏 气宇喧昂 他的身材 剑瘦有力 八块腹肌在阳光下闪耀着金光 让人忍不住想要赞叹 他的初到 就如同那璀璨的烟火 瞬间便照亮了整个娱乐圈 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巅峰 在内渔的众多花美男语人中 他如同一股清流 独树一致 他的帅气 不仅仅在于外表 更在于那种从内而外的男人魅力 他的一举一动 都充满了力量与自信 让人无法忽视 然而 尽管他已经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 他深知 作为一个演员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源源不断的好作品 来支撑自己的发展 只有这样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站稳脚跟 赢得更多观众的喜爱 因此 他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挑战自己 希望能够给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他相信 只要自己不断地努力 就一定能够在内于这个舞台上 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于是 这个北国的汉子 他的故事还在继续 我们期待着他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我们也相信 他一定会在娱乐圈中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我觉得你还没着急 然就会在那之前 为什么应该排队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